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课》 我老公是985本科毕业的成理人 而我是来自大山,初中毕业的孤儿 所以我没要彩礼,没要三斤,婚后主动上交工资卡 勤勤恳恳,毫无怨言地伺候他们一家 直到我无意间发现,这场婚姻一开始就是场骗局 刚进家门,我就迎来丈夫李扬的一顿拳打脚踢 脸颊被他打得高高肿起,口腔里充斥着腥田的血腥味 这个结婚时承诺要爱我,护我一生的男人 此刻正扯住我的头发,将我的头往墙上撞 拳头如雨点般往我身上砸 他的手打疼了,又换成用腿,狠狠踢踹我的身体 仿佛我跟他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男女力量悬殊,我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捂着头,尽可能缩成一团,哀声求饶 而我的公婆不仅不劝阻,还悠哉悠哉地磕着瓜子在一旁冷眼旁观 甚至时不时的,婆婆王贵兰还要拍手恶狠狠地说 打得好 我知道,他们围的只是想逼我离婚 事情还得从半个月前说起 这天王贵兰买了一条大羊腿提回家 心情看起来很不错 他瞥了我一眼 你,去把这羊腿全炖了 动作麻利点,今天晚上就吃 我寻思他以前二两肉恨不得分成三顿吃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记得刚嫁过来的时候 我为了展示自己的贤惠温柔 主动包揽了家务和三餐 那天做饭的时候 将冰箱里的一小块肉全炖了 本来还担心不够吃 特意加了许多配菜进去 却没想到一向慈眉善目的王贵兰 却立刻冷了脸 一个劲数了我不会过日子 烧菜有点肉味就行了 哪里用得着煮那么多 吃不完等着浪费吗 多厚的家底都得被你遭见完 当时我看着巴掌大的肉陷入沉思 我跟王贵兰再次确认了一遍 真的要把整条羊腿都炖了吗 得到他肯定的答复后 我提着羊腿转身去厨房忙活起来 等我忙完上桌 一大锅红烧羊肉已经被吃得所剩无几 公共李铁柱早已经吃饱喝足 回房间刷美女短视频去了 视频声音大的刺耳 李扬见我坐下吃饭 嘴里包着肉含糊不清地夸我手艺好 往我碗里加了快炖的软烂的羊肉 你也尝尝 我冲他笑笑 把肉又加到他碗里 让他多吃点 我从不吃羊肉 结婚七年了 我的丈夫却还没发现 但他的母亲王贵兰 却在清除不过 所以他但凡舍得买肉 必买羊肉 原因大家都懂 看破不说破 我饭吃到一半 李扬突然对我说 明天我们去把手续办了吧 嗯 什么手续 我不明所以 李扬打了个宝格 扎巴嘴说 当然是离婚手续啊 我夹菜的筷子炖住 不解地看着它 什么意思 你要跟我离婚吗 一旁的王贵兰冷哼一声 弯我一眼说道 我倒是巴布的李扬 跟你离婚 就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 李扬终于放下碗筷 神神秘秘给我解释说 可靠消息 咱家这片快拆迁了 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 咱俩要是离婚 能多分两三百万呢 三百万咱俩得挣多久啊 不光是咱俩 明天爸妈也去离了 我们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 可是 这个消息靠谱吗 我问 绝对靠谱 早就传开了 李扬非常确信地说 可没有看到文件通知 不能听风就是雨啊 王贵兰打断我的话 冲我说 要不说你蠢呢 等通知出来了 再离婚 黄花菜都凉了 你放心 我们只是假离婚 不是真的离 等拆迁款一下来 我们就复婚 李扬看出我的疑虑 拍着胸脯保证 我说 离婚哪有假的呀 如果离了 可就真离了 王贵兰猛拍桌子 怒道 李扬都保证是假离婚了 你还想怎么着 这么多年 养只老母鸡 都知道下蛋了 你连个蛋都下不出来 要不是 我儿子护着你 我早就 把你赶出家门了 这次你要是 赶不配合假离婚 让我家多分不到拆迁款 我跟你没完 妈 你别生气 燕子有顾虑是正常的 李扬安抚完他气头上的王贵兰 转头对我说 燕子你别担心 我打听了 消息绝对靠谱 隔壁老王跟他媳妇昨天救 已经离了 这种好事 咱不能错过呀 我不同意 我声音不大 却无比坚定地对李扬说 咱日子过得好好的 干嘛非要去听信谣言 占那些八字没一撇的便宜 李扬继续试图说服我 这哪是谣言呢 别人都这么做 我们为什么不行 况且就算是假的 除了几块钱手续费 也没多大损失 你比我有文化懂道理 不能信谣 更不能把婚姻荡儿戏 我不管别人怎么做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我再次小声强调我的态度 王贵兰见一项听话的 我突然唱起反调 指着我的鼻子 骂道 瞧你那穷酸样 当初我就不同意 你进这个家门 现在不仅要害的 我们老李家绝后 还要耽搁我们发财 今天这个婚你不离也得离 妈 婚姻不是儿戏 不能听到点小道消息 就要离 这是我不同意 您跟爸也一把年纪了 没必要也跟着瞎闹 见我执迷不悟 王贵兰急了 做事就要来挠我 李扬赶紧将我拉进屋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劝我 反复强调 只是一张纸而已 日子该怎么过 还怎么过 不是真离婚 但我态度始终很明确 绝对不行 见我不为所动 李扬只好暂时作罢 接下来的几天 王贵兰每天在家 指桑骂怀 恨不得将我绑到 民政局办手续 我依旧一日三餐 端茶倒水地伺候着 他们一家子 王贵兰两口子的 挖苦刁难 和李扬的冷暴力 我全部照单全收 日子一天天过去 马上拆迁的小道消息 也在邻里之间 传得越来越烈 这片的街坊 基本都悄无声息地 取离了婚 在利益面前 有的甚至一家三代人 都取离了 李扬一家终于坐不住了 这天临下班的时候 被老板留下 加了会班 急匆匆买菜回家 准备做晚饭 进门便见 李扬一家 面色难看地坐在客厅 李扬手里拿着一瓶 只剩小半的老白干 地上都是离铁柱 扔的烟头 屋里气氛很微妙 烟雾缭绕中 没有人说话 我愣了一下 随后挤出笑容说 对不起啊爸妈 今天领导 让加班回来晚了 我马上做饭 很快就好 下一秒 李扬却将手里的酒瓶 朝我砸过来 我吓得往厨房退 酒瓶砸在厨房玻璃门上 玻璃瞬间炸开了花 看来他用了不小的力气 来扔这个瓶子 砸在我脑袋上 我脑袋也能开花 我强装镇定地说 对不起 我下次早点回来 今天猪蹄打折 特意多买了几个呢 你不是老早就想吃红烧猪蹄吗 今天管够哈 李扬火气更盛 借着酒瓶骂骂咧咧 吃吃吃 还惦记着吃 把婚离了 多得几百万 够你吃几辈子炖猪蹄 用得着你在这家节约吗 还用得着在你那破公司被人使唤吗 你个婆娘生不出孩子 肚子不好用 脑子也坏掉了 李扬的话生生地刺痛了我 结婚多年无所出 我知道他们家都在埋怨我 婆婆更是巴布的李扬 踹了我重新找一个 好为他们家传宗接代 但李扬却一直护着我 不让他爸妈太过为难我 如今他说出这种话 无疑是往我心头扎刀子 我停下手里的活 提高音量冲李扬说道 你是不是就想假戏真做 趁机换个老婆 究竟是我不能生 还是你不能生 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李扬立刻上前抓住我的头发 将我扯出厨房 毫不犹豫地给了我两巴掌 随后拳头如雨点般落下 我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呸 该 早该教训他了 王贵花见状并未阻止 反倒是露出得意的笑容 更是恨不得亲自上手打我一顿 我咬紧牙关 恶狠狠地盯着李扬 丝毫没有服软的想法 被我盯得发出了 李扬继续伤我耳光 嘴里不停地说 我让你嫁 我让你不听话 我让你不离婚 见我被打得鼻青脸肿 李扬那所剩无几的良心 终于被唤醒 手上的动作慢慢软了下来 没用的东西 一直看热闹不吭声的李铁柱 突然起身 抄起餐桌旁的凳子 朝我背部砸下来 我脑袋一蒙 趴在地上再也起不来 李扬赶紧阻止 爸 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呸 这种生不了孩子 眼皮子还浅的女人 打死了才好 蓝继续在一旁火上浇油 我虚弱地开口说 我不能生孩子 能指望的就只有李扬了 如果我被你们框着离了婚 你们假戏真做 重新找个能生养的媳妇 传宗接代 哪里还有我什么事 到时候我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我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与其这样 你们不如现在打死我好了 听我这么说 李铁柱也没再动手 李扬气喘吁吁地蹲下来 用手将我额前的头发撩到耳后 用极其心痛的眼神看着我 我都说了 是假离婚 你怎么就不信呢 我只顾着哭 不说话 李扬叹口气道 你要怎么样才肯相信我 王贵兰见我有松口的迹象 赶紧在一旁附和说 要不写个保证书 有保证书你还不信吗 我委屈巴巴地说 在利益面前 这种没有法律效力的保证书 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时候你拿着拆迁款 什么样的年轻姑娘娶不到 哪儿还看得上我 到时候我拿着一张废纸上那儿说理去 李扬不耐烦地说 保证书也不行 难不成你还想要保证金 我听到保证金时愣了一下 李扬敏锐地捕捉到了我的变化 他两眼放光地对我说 对 保证金 燕子我给你钱 我把钱都给你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我抽气着 艰难地直起身说 我不能生儿育女 走哪儿都是被嫌弃的 你如果真的假戏真做不要我了 有点钱傍身也是好的 生怕他反悔 我赶紧追问道 你打算给我多少保证金呢 李扬立马把他的各种账户余额给我看 加起来十万不到 燕子 这些都给你 我看了看数额 未免有些可笑 李扬和我结婚后 我并没有让他上交工资 相反 我对理财一窍不通 结婚当晚 就把工资卡给他 由他打理 我这几年工资收入三十万有余 而他自己收入不低 两个人人存款 怎么可能十万不到 我都不止给你十万 怎么就剩这点 我问他 王贵兰一听又跳脚了 冲我吼道 就这你还嫌少 说出去都要丢死人 你去其他家打听打听 你看他们给女方保证金没 我盯着李扬说 我不是嫌少 这些年 我信任你将工资交给你保管 我们的存款 不该只有这点 你都用到哪些地方去了 李扬 你这样更让我没有安全感 我还怎么放心 跟你去办手续 李扬沉默了一会儿 对我说 那你要多少才放心 我思索片刻后说 一百万 王贵兰一听又炸了 一百万 你可真敢开口啊 李铁柱手上的凳子 眼看就要向我砸过来 李扬将李铁柱按住 转头对我说 燕子 一百万太多了 我们家拿不出那么多 都是一家人 一丝一丝就行了吧 我摸了摸自己高高肿起来的脸颊 淡淡地说 我这些年的收入 除了负担一家吃喝拉撒以外 至少还剩三十万 你的收入分毫未动过 加上爸妈的存款和退休金 一百万不算多吧 前阵子不还说 要去看套首付一百多万的房子吗 怎么拿给我就不行了呢 王贵兰在一旁指着我妈 我就说 这乡下来的女人不能要 你看原形毕露了吧 一直算计着你呢 李扬说 那是给爸妈存的养老钱 不能动 我冷笑道 李扬 看来你是真打算跟我离婚啊 钱给我保管几天 都不放心 李扬不耐烦地说 都说了是假离婚假离婚 我说 那不就对了 既然是假离婚 钱在你那和我这有什么区别 再说 拆迁款下来 少说多分两三百万 我要是拿着这一百万跑了 你们也不亏 不就正好重新找个年轻漂亮的 给你生个大胖儿子吗 见李扬沉默不渝 我继续哀叹着说道 我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 又能跑哪儿去 我不过是想要一个保障而已 或许是李扬笃定 我不能生育 只能死心塌地地跟着她 也或许是公婆八部的我们假戏真做 到时候重新取个能生养的 总之三个人一合计 还是决定先拿钱稳住我 赶紧去把离婚办了再说 当滚烫的结婚证拿到手里那一刻 我们几个人都是高兴的 李扬一家沉浸 在拆迁大梦里 而我 拼命忍住 想要喜极而泣的喜悦 我努力压住上阳的嘴角 不让他们看出端倪 没错 离婚 正是我期待已久的 李扬见我拿着离婚证 和户口本发呆 拍拍我肩膀说 燕子 你放心 这是假离婚 我们马上发财了 哪来的假离 一盖印 那就是真的 李扬提议说 今天下馆子庆祝一下 公婆憧憬着不久之后的发达生活 也不唠叨说浪费钱了 很痛快地答应 我借口说 想先回家放好证件 让他们先去找地方 我随后就到 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 拿走藏在衣柜最下面的 简单的行李 收拾好各种证件和现金 头也不回地 坐上去机场的出租车 上车后 我冷眼注视着窗外倒退的景色 给闺蜜徐家瑜发了消息后 我果决地拔下电话卡 将车窗打开一条缝 将卡从车窗的缝隙扔出去 窗外冷冽的空气 猛地灌进车里 吹打着我紧绷的神经 飞机起飞的瞬间 我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年 我终于摆脱这家人了 我是父亲捡回去的妻儿 他本是一无所有的老光棍 把最好的都给了我 可十五岁时 养父意外去世 我又成了孤儿 我靠着村里的百家贩 艰难长到十六岁 十六岁 我才读到初二 生活贫苦 成绩平平 我初三那年便辍学了 村支书家的婶子 给我张罗着亲事 他对我说 女孩子还是要找个依靠 有个人疼 依靠 我笑了 我何时有过依靠 亲生父母丢弃我 养父早早离我而去 谁靠得住呢 依靠别人 终究是扶平 不如靠自由底气 我才不要嫁给 那个三十几岁的瘸子 我要去大城市 村里的人说我心比天高 苦口婆心地劝我 大城市不好混的 没文化 没背景的小丫头骗子 出去能找着什么好功 莫要叫别人骗了去 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这还真叫他们说中了 我被李扬骗得好惨 在大城市摸爬滚打了三年后 我依旧在温饱县上挣扎 却不小心捅了大娄子 那时我刚到一家图文制作公司 做学徒 我为了正表现 主动揽下了很多事情 比如对接客户这种小事情 于是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客户发来的尺寸被我搞错了 导致成亭尺寸全错 对接的客户代表正是李扬 他当即投诉了我 我被老板骂了个狗血淋头 上万的损失也要我来承担 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 和即将到期的房租 我心疼得掉眼泪 我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端盘子呢 李扬气急败坏地来公司 亲自盯着重新制作 我为了弥补过错 在一旁端茶倒水 点头哈腰赔礼道歉 事情结束后 我和李扬反倒熟落了起来 他嘲笑说我太老实了 一万多的损失 还真自掏腰包赔了 直接甩手走人 不干了 老板还能拿我怎么办 反正也不是什么铁饭碗 我说我虽然是农村来的穷丫头 但人穷智不能短呀 不能让人看扁了 李扬笑着夸赞我 真是个品行端正的好姑娘 如果我能娶回家该多好 见我不以为意 她抓住我的手正色道 燕子 我是认真的 嫁给我吧 让我做你的依靠 给你一个家 以后 我的家人就是你的家人 原本我对李扬 没有特别的感情 可当她说 想要给我一个家的时候 我破房了 在C市打拼几年 我的确非常渴望一个家 有时下班看见 万家灯火璀璨 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留 心里难免落寞 我渴望家 也渴望家人的关爱 在确定李扬不是在开玩笑后 便答应了嫁给他 尽管他带了我十岁 而此时 我跟他认识 不过两个月 那时我还天真的 以为我壮大运了 遇到了良人 早已将靠人不如靠己的 豪言壮语 望到九霄云外 李扬家条件虽然一般 但嫁不住我条件太拉胯 怎么看都是我高攀 我以为和李扬的婚事 会遭到他家人的阻拦 可没想到出奇的顺利 决定结婚后 我就跟着李扬回家见了父母 他父母对我不算热情 也能从他们眼中 看到掩饰不住的嫌弃 但表面功夫做得还是不错 王贵兰拉着我的手说 李扬眼光高 这些年没有他瞧得上的女孩子 我们也只能干着急 你的条件我们也听说了 难得他喜欢你 我们自然是祝福的 我羞涩地听着 打心眼里感激他们 不嫌弃我 你也是个命苦的孩子 往后嫁到我们家 就是一家人了 你就把我当亲妈使还 我把你当亲闺女头 紧接着他又抹着眼泪说 只是这些年 我跟他爸身体也不好 钱没挣到几个 竟拖累孩子了 现在他要结婚了 我们也拿不出什么钱 我们家虽说不富裕 但哪怕是去借 也要凑齐彩礼 绝不委屈你半分 我被他说得鼻子发酸 赶紧表态说我啥也不要 就想跟李扬好好过日子 原本我也是这样打算的 我没有父母娘嫁 拿不出嫁妆 所以我也没打算要彩礼 婚房也不用买 跟公婆一起住 现在的房子就行 如果他们不愿意 我跟李扬出去租房子 也没问题 总之 有个地方住 有个家就行 除了一个宿圈 搏金戒指外 我什么都没有要 王贵兰毫不吝啬地夸 我是善良的好女孩 我在夸赞中飘飘然 恨不得立马当她儿媳妇 伺候她 婚礼一切从简 但挺热闹 客人来了不少 除了我的少数几个朋友外 其他都是李扬家的亲朋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过敏感 敬酒敬到李扬大学同学 这桌的时候 总感觉她的同学 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我想他们大概是为李扬感到惋惜吧 一个大学生 怎么就娶了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女人 婚礼当晚 我当着公婆的面 将工资卡交给了李扬 我说 爸妈 这是我的工资卡 我也没文化 不懂理财那套 以后家里李扬管钱 我一定努力工作 争取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李扬连连摆手拒绝 大概她也被我的反向操作吓到了 王贵兰喜笑颜开 一边接过卡塞李扬手里 一边说 都是一家人 谁管都一样 你俩好好过日子 抓紧时间生个大胖小子 妈比啥都开心 闺蜜徐家瑜知道后 说我蠢疯了 怎么还有新媳妇 自己上赶着上交工资卡的 我笑笑 不置可否 那天晚上 我洗漱好出洗手间 听到王贵兰跟李铁柱数落李扬 你看她今天那副小家子气的模样 我看着都来气 我是说过 只要你肯结婚 是个女的我都同意 也没想到你找这么个女的 要文化没有 要家境没有 以后也没个能帮你一把的老丈人 要不是为了收份子钱 我都不想在那么多亲戚面前 丢人现眼 听到这里 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才是王贵兰对我的真实想法吧 我知道她瞧不上我 可真正听到耳朵里 还是止不住的扎心 那李扬呢 只听见李扬压低声音说 妈 我跟燕子都结婚了 这种话以后别再说了 我虽然以后没有老丈人帮忙 但也没有老丈人拖后腿不适 以后燕子就全心全意孝敬你和我爸 我和他挣的钱都拿来孝敬你们 你可拉倒吧 就他那工作 能挣几个钱 那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他没娘家撑腰 挣多少不都用在咱家吗 王贵兰痴笑出声 说得也对 说得也对 像是为了证明 我并不是一无是处 当即我就借着不会理财的幌子 交出了工资卡 看我的确够傻够懂事 王贵兰也没有太过刁难我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跟李扬结婚快一年了 肚子却迟迟没有动静 王贵兰几次三番 隐晦曲折地问我 有没有故意避孕 是不是年纪小 还没完够不想生孩子 天地良心 我比他更盼望着能有个孩子 这样我跟李扬 才能真正地戏在一起 尝试了许多偏方肚子 依旧静悄悄后 我开始琢磨 是不是该去医院检查 我说着就拿着手机开始挂号 李扬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一把夺过手机 语气冰冷地说 等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看着眼前的体检报告 我只觉得头晕目眩 上面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 却难以理解 他们连起来的意思 我麻木地看着报告单上 对我一字一句地宣判 先天性子宫畸形 怀孕率为0% 结婚前李扬提议 我们双方做个婚前体检 说是要给我证明 虽然他比我大十岁 但身体绝对没问题 我什么都不懂 迷迷糊糊就跟着他去做了检查 完事后早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看体检报告的日期 在我跟李扬领证前 意思是他知道我不能生育 却坚持娶了我 我满脸震惊地看着李扬 想听他说这是一个玩笑 可他却别过头不愿意看我 我喃喃自语 怎么会呢 我月经都很准时 也没有觉得肚子疼呀 是不是误诊了呀 我明天 不 我马上挂急诊再看看 一定是误诊搞错了 见我越说越激动 李扬赶紧抱住我 燕子 你冷静点 我知道迟早你会发现 可我总想多瞒你一天是一天 你生不了孩子 我很遗憾 但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孩子 如果你实在想要的话 我们可以领养一个 我哽咽着说 可是爸妈多想抱孙子呀 我怎么向他们交代 为什么我的亲生父母不要我 现在老天爷还要夺走我做母亲的权利 难道我真的不配有亲人吗 我不甘心地查询医院 想要再去检查一下 却被李扬阻止了 没有用的 当时我就问过了 试管都没有用 别去徒增烦恼了 爸妈那边我会瞒着的 连试管也不行 原本心存的一丝侥幸也破灭了 怕被公婆发现 我无声地流着眼泪 李扬抱紧我发誓 燕子 不管有没有孩子 我都会爱你护你一辈子 若有半句假话 不得好死 李扬的话让我感动不已 更加庆幸自己遇到好人了 心里暗暗发誓要加倍对他好 我在这个家里 愈发没有了底气 买菜做饭 洗衣擦地 硬生生把自己过成了当代奴婢 可哪怕我像丫鬟一样卑微 王贵兰对我的态度 还是越来越差 世事挑刺不说 有时还要掐我打我 我提过无数次离婚 却次次被李扬教育 婚姻是儿戏吗 我都没说什么 你张口就说理 我妈说你几句撒撒气 忍一忍就过去了 再说你看她都多大年纪了 等她走了 你耳根子可不就清静了吗 我听得一愣 怎么有人这样说自己亲妈呢 李扬都这样说了 我也不好再做 只好安慰自己 熬死婆婆就好了 没想孩子的时候 我专心搞事业 工资也一路上涨 直到徐家瑜生了孩子 我那颗想要孩子的心 又开始蠢蠢欲动 虽然这些年 李扬再三强调我问题很严重 根本不可能治得好 让我别瞎折腾 加之我工资卡一直在她手里 我还一直没有去检查过 但这些年科技在进步 说不定我也能靠科技与狠活 得到个孩子呢 我偷偷挂了专家号 做好再次被诊断结果凌迟的准备 却也抱了一丝希望 医生看着我检查单子的时候 皱起了眉头 我心里那微弱的希望之光 再次熄灭 你这没问题呀 子宫非常健康 什么 医生的话犹如晴天霹雳 我久久没能反应过来 机械地重复着他说的话 子宫非常健康 是的 从结果上看 你没什么问题 谁告诉你 子宫畸形的 这也太不负责了 看病还得来正规医院才行啊 是 我的话卡在喉咙里 脑子里叫嚣着一种 让我不想接受的可能性 我吸了吸鼻子 不死心地问医生 有没有可能是 之前是畸形的 后来又长好了呢 医生看我的眼神 仿佛在看个白痴 我善善道 可如果我子宫没问题的话 为什么这些年没避孕 却一直没怀孕 一次都没有 怀孕不是女人一个人的事 也可能是男方的问题 你抽空让你老公来检查下吧 我面色灰败地离开医生办公室 眼泪巴搭巴搭掉下来 最后坐在医院走廊 泣不成声 来往的路人 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以为我是 求子失败的可怜人 殊不知我是正常的 七年来却没有怀孕过 到底是谁的问题 答案昭然若揭 是李扬骗我 还是体检的地方误诊呢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 想等李扬回来 给我一个解释 却见王贵兰 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 就一回收 你去把你和李扬那些 不穿的旧衣服 拿出来卖了换钱 省得堆家里碍眼 真是可笑 这些年 我工资上交 添置过几件衣服 哼 爱着他演的不是衣服 是我吧 我此刻也觉得 你爱演得很呢 我默不作声地去收拾 李扬那些压箱底的旧衣服 要卖就卖你儿子的吧 习惯性地摸了每个包口袋 生怕里面还有零钱 这一摸 还真在一件厚外套里摸到了纸 我以为真有钱 拿出来一看 却是一张泛黄的纸 上面的内容 让我仿佛受到雷雨天的电击一般 这是李扬十五年前的体检报告 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体检我不知道 但上面写着 他是无经症患者 我在王贵兰过噪的声音中 勉强将整件事捋清楚 十五年前 李扬就知道自己无法生育 但他不想暴露这个秘密 所以他一直不肯结婚 可是李扬是怎么选择了我呢 是了 大概是我告诉他 我截然一身无亲无故的时候 一个没文化 没娘家的女人 最好骗了 我没有父母娘家 自然就少了一股子催生的力量 我没文化 一个人傻傻的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随便拿出张报告说我不孕 我就信了 让我别悄悄检查 我就听话地不去求证 可当时少不经事 被甜言蜜语迷了眼 真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 甚至没有思考过 他九八五大学毕业 长相端正 有稳定工作的C式土著 怎么会看上我这个长相 只能算清秀 初中都没毕业的山里来的村姑 无非是吃准了 我无依无靠好拿捏 娶了我既能向父母交差 还能把不能生孩子之事扣我头上 他躲在背后毫发无伤 一切都是有预谋的 他带我去做婚前检查 又伪造了体检报告 在我急切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 拿出这份报告 给我当头一棒 而他在表现出一副非我不可 绝不抛弃我的姿态 让我更加死心塌地 毫无怨言地跟着他 我委曲求全维系的 不过是一场骗局 其实李扬直接对我坦白 自己不遇 我也不是不能嫁给他 可他偏偏选择骗我 还把锅甩到我身上 让我承受他父母的刁难和指责 像奴隶一样伺候他们全家 过着被人指之点点的生活 惊诧 愤怒 失望 难过 委屈 万般情绪交织着 想到这几年 过得毫无尊严的日子 恨不得将李扬生吞活泼 我将真相告诉了徐家瑜 气得他剖腹产伤口都差点裂开 嚷嚷着要去找李扬要个说法 这些年 我见识了这家人的无耻 此刻我只想及时止损 立马离婚 远离人渣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徐家瑜猛拍大腿 疼得他呲牙咧嘴 你不仅要离婚 还要拿回你个蠢货上交的工资 可不少钱呢 还有这么多年当牛做马的补偿 一分都不能少 最好让他们脱层体 省得留着家底再去祸害别人 可我提过离婚 他根本不同意 更别提拿补偿了 徐家瑜冷笑着 哼 他当然不同意 毕竟他总不能再找个老婆 又污蔑人家不能生吧 只能咬死你这个任劳任怨的大冤种不松口 如何才能让他爽快离婚 还能把钱还给我呢 或许是老天爷眷顾我 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机会来了 一夜之间 这一片要被开发商拆了重建的消息传播开来 一户一宅的补偿方案 只要离婚分户 就能分到更多 大家表面上不动声色 背地里却悄悄离了婚 没有人怀疑消息的可靠性 似乎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多犹豫一秒 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不管多荒唐 大家更宁可信其有 李扬不想错过这个大馅饼 离婚自然也是势在必行 于是我等着李扬来 向我提出假离婚的要求 再任凭他好话说尽 我都不为所动 我就是要等他们一家着急上火 对我大打出手 这一出苦肉计 只是为了让他坚信 我离开他就活不下去 从而没有疑虑地把钱掏出来 这一百万 一部分是我自己辛苦挣的 剩下的 是我辛辛苦苦伺候李家七年 被李扬破 被王贵兰羞辱使欢 背尽恶名的补偿 我来到一个房价极低的北方小城 花十来万块买了一套两居室 又盘下来一家图文打印店谋生 剩下的钱存了银行定期 我物欲低 这样也能活得很好 接下来 该看看李扬一家的报应了 离开前 我在李扬家客厅装了针孔摄像头 无聊的时候 我会打开 像看小丑一样看看 那天我离开后 李扬一家根本没发现我不见了 一家人吃饱喝足了后 又去商场血拼了一把 王贵兰买了垂涎已久的玉镯子 和C市冬天几乎穿不上的大皮草 一家人都沉浸在各自的喜悦中 直到第二天早上没人做饭 才发现家里少了一个人 王贵兰骂骂咧咧给我打电话 却发现早已被我拉黑 反了他 大清早死哪儿去了 电话也打不通 李扬睡得迷迷糊糊起床 见还没做好早饭 止不住抱怨 妈 你怎么还不做早饭 我上班迟到了 我做早饭 你不去把那小剑蹄子找回来 居然还使唤上我了 王贵兰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也是 自从我嫁过去以后 他就再没踏足厨房半步 现在让他做饭 就跟要他上刀山下火海似的 燕子嫁过来之前 不都是你做饭吗 被伺候惯了 现在不会了 你可长点心吧 那女人拿着钱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还有心情吃饭呢 燕子老家有事 他回去处理去了 我没删李扬微信 发微信告诉他我回老家有点事 需要耽搁几天 山里没信号联系不到我 家里的事暂时让王贵兰顶上吧 李扬吃准了我没地方去 也离不开他 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我的说辞 王贵兰只能气急败坏地去做饭 锅碗瓢盆砸得叮当响 王贵兰被我伺候多年 冷不丁地又开始做家务 怨言颇多 恨老公不体贴 怨儿子不孝顺 他始终想不通 看着挺聪明的儿子 为什么非要在我这棵 歪脖子树上吊死 他恶狠狠地说 等我回来 非得罚我跪上三天 历历规矩 可大半个月过去了 我还没回来 微信上也不再搭理李扬 他们慌了 我不见了不要紧 要紧的是我带着一百万不见了 王贵兰见人就说 我骗了他们家一百万 跟野男人跑了 要报警抓我 李扬跑到我上班的地方赌人 却发现我早已辞职 他又跑去徐家瑜家里找 被他一阵冷嘲热讽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前妻去哪儿 没义务告诉你吧 李扬暴跳如雷 当即要报警找人 徐家瑜冷笑着说 你们可是正经手续离了婚的 找到他了又怎样 人家不愿意见你 你死缠烂打就是骚扰 我们那是假离婚 过段时间还要复婚的 离婚哪里有假的 婚是你们拳打脚踢逼人家离的 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 再说婚可不是你想离就离 想付就付的 听到这里 李扬有些反应过来了 他指着徐家瑜骂道 我说他怎么变得不听话了 原来是你在背后怂恿他 跟我离婚还骗走了一百万 我要告你们诈骗 徐家瑜炮仗一样的性格 一点就着 立马跳起来对骂 你离婚协议里 白纸黑字写的给他一百万 是他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逼你写的吗 还告我诈骗 我还要告你诽谤 谁怕谁 再说 你不是拆迁大户吗 给前妻一百万也给不起吗 李扬被气得说不出话 只得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家 李扬没找到我 又在徐家瑜这儿吃了亏 回家还要被王贵兰 追着问我的下落 如果被王贵兰知道 一百万拿不回来了 又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 他心里烦闷着 正巧这时候 微信有人加他好友 这朵及时的结语花 让李扬心情大好 两人没聊几天就奔陷了 约在宾馆里 打了一整天的扑克 他之前从未放纵过自己 此刻只觉得 传宗接代算个屁 他发了跟女人的照片给我 讽刺我有眼无珠 目光短浅 不珍惜他这个 即将迎来拆迁的明日富翁 我看着他发来的照片 心情大好 鱼儿上钩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拆迁的事却再也没了下文 有人托关系去打听 才知道根本就没有拆迁这回事 这下大家傻眼了 这么大的事怎么能是假的呢 大伙追本溯源 终于查到了消息的源头 起初是个酒鬼吹牛说 这代 要拆迁 哄得几个住这片的酒友主动买单 最后一传实实传百 这个可笑荒谬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有几个因为贪图便宜假离婚 变成真离婚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人气不过 把罪汉暴打一顿 众人都被抓进橘子里蹲了几天 这场闹剧才结束 闹剧结束了 李扬一家的好戏才刚开始 王贵兰追着李扬 就算上天入地都要把我找出来 把一百万给拿回来 李扬烦得不行 正犹豫着要不要坦白说 这钱拿不回来了时 杰宇花找上了门 拿着燕运单子拍桌上 说怀上了李扬的孩子 死气白赖的要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 李扬痴别有苦难言 这孩子当然不是他的 可他不敢说出实情 只能提出给他一笔钱 让他处理掉孩子 王贵兰一听 有人怀了他的大孙子 立马闭嘴不再提一百万的事情 只满脸堆笑地对女人说 我们不是不负责任的人家 有孩子就生 阿姨给你做主 虽然心疼一百万 但相比大孙子 王贵兰甚至庆幸 我这个爱事地死开了 阿姨 养孩子可没那么容易 意思很明显 要钱 王贵兰琢磨着 他和李铁柱这些年 还是有点积蓄的 养个孩子不成问题 他担心送到嘴边的鸭子再飞了 忙不停翻出户口本 让他俩去登记 顺便还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交到女人手上 阿姨的诚意在这呢 你们赶紧去把证领了 好给我孙子办准生证去 李扬本想拒绝 但转念一想 这样也挺好 只要不暴露他的难言之隐就行 于是两个人各怀鬼胎的 去领了证 却没人注意看 坐在沙发角落的李铁柱 早已浑身冒汗 嘴唇发白 新儿媳妇不是好拿捏的 有点是孕儿娇的意思 王贵兰也怕孙子有闪失 一点家务也不敢让他做 每天好吃好喝 谨小慎微地伺候着 说话都不敢太大声 因为这位儿媳脾气实在不好 稍有不顺心 就会骂王贵兰出气 我仿佛在王贵兰身上 看到了曾经低眉顺眼 当牛做马的自己 果然恶人还须恶人魔 李扬私下警告新媳妇 别太过分 这孩子是不是他的 还不一定 新媳妇也不怕他 扯着嗓子便说 既然你说这不是你的种 那就打掉好了 王贵兰一听可不得了 赶紧跟儿媳统一战线 一起数落李扬 看着银行卡里的存款 和渐入佳境的打印店生意 以及李扬一家的鸡飞狗跳 我每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我像追剧一样 没事就守着监控看他们 这天王贵兰刚给儿媳 买好烤鸭进门 就被迎面砸来的苹果 砸得头晕目眩 新媳妇挺着大肚子 气得像炸开的锅炉一样 上前抓住她的头发 把她往里拽 死老太婆你骗我 你居然敢骗我 王贵兰还处于猛逼状态 忍受着疼痛好言哀求道 乖乖别伤到肚子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好好说 你给我的银行卡里 一毛钱都没有 你骗我跟你儿子结婚 给你生孙子 我要报警 我要告你骗婚 王贵兰感觉自己浑身打哆嗦 不可思议地看着新媳妇 当真 那卡里明明有六十几万 怎么可能一分钱都没有 像是想到什么 她惊讶地向头顶炸了个响雷 随即大喊 李铁柱 终于东窗事发了 李铁柱躲在房间不敢出来 李扬也被紧急叫回了家 却在门口碰见一群凶神恶煞的人 李铁柱欠了高利贷 债主找上门来了 原来李铁柱以为马上拆迁发财了 看美女直播的时候 再也不做默默无闻的旁观者 而是大手笔地刷起了礼物 美女主播温柔妩媚 一口一个大哥喊着 承诺说只要李铁柱帮他赢PK 他就跟李铁柱线下见面 深入交流 哄得李铁柱刷完了私房钱 又去借了高利贷几十万 维护他榜一大哥的尊严 他想着 反正拆迁款下来了 就能还上这笔钱 哪里知道 拆迁市场乌龙 而高利贷利滚利之下 已经是一个令人胆寒的数字 他悄悄挪用完家里所有的存款 依然补不上那个惊人的窟窿 王贵兰嘴巴一张一合 却说不出一句话 他没想到 这个老实芭蕉一辈子的丈夫 居然闯下了这么大的祸事 他向来是个欺软怕硬的 面对这群要债的 大气也不敢出 他绝望地看着李扬 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扬陪笑说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只是事出突然 也凑不齐那么多钱 最后好言好语 把那群人劝走 全家坐在一起商量对策 李扬提议说 把房子卖了还债 新媳妇正要反对 却见李铁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原来这套房子 已经被李铁柱拿去抵押掉了 就算卖掉还了抵押的钱 也剩不了几个 王贵兰一屁股坐在地上 哭天喊地地说 不想活了 李扬沉着脸说 爸 你把家底都拜完了 我帮不了你了 李铁柱忍不住大骂出声 负债子长 你不帮我 谁帮我 难道你要看我被打死吗 不然还能怎么办 我们家还拿得出钱来吗 要不是你 非要跟沈彦离婚 也不会被骗走一百万 我也不会去借高利贷 两人你来我往的吵了起来 这家人就是这样 遇事只会找别人的错处 丝毫不反省 一下自己 王贵兰猛地站起来 对对对 我跟你离婚了 这是你的个人债务 关我屁事 李铁柱这个老耸蛋 当然不愿意独自面对 那群讨债的人 哭得老泪纵横地求他们 不要抛弃自己 王贵兰冷冰冰地说 我也是怕那些人 下着儿媳妇和大孙子 你不想老李家绝后吧 说着就跟李扬一起 收拾行李连夜搬了家 至于李铁柱 就让她自生自灭吧 眼下最重要的 是稳住新媳妇 保住她的大孙子 新媳妇也委屈啊 当初给她李扬微信的 那个女人 信誓旦旦地说 她是拆迁户 他们家需要一个继承人 要她把握好 于是她给肚里的孩子 挑了李扬做父亲 可政领了 房子不但不拆迁 还被抵押了 搞得一家人 在逼字的出租屋里 大眼瞪小眼 竹篮打水一场空 她对李扬母子 更美好脸色 王贵兰只能更卖力地 讨好新媳妇 退休金几乎都用在她身上 李扬为了维护 她那可笑的自尊心 死活不愿意坦白 这孩子不是她的 只能头顶青青草原 打工赚钱上交 住着租来的房子 养着别人的儿子 可她那点工资 要养活一家老小 确实不太够看的 李扬之前觉着 自己是拆迁户了 瞬间有了底气 工作上的事情 也不那么上心 甚至好几次顶撞领导 裁员的时候 她毫无悬念地在名单之上 备受打击之下 李扬干脆躺平了 反正孩子也不是自己的 她瞎操心个什么劲 一家人靠着 王贵兰的退休金生活 过得捉襟见肘 最后被逼得没办法 王贵兰出去给人当保姆 伺候本小区一个 瘫痪在床的老人 每天早中晚几时间 回家给儿子儿媳大孙子做饭 自己还吃不上一口热乎的 李铁柱最后没办法 主动去抢劫了便利店 被抓去采缝刃机了 对她而言 里面比外面安全 跟徐家瑜分享这些后续的时候 她脸上简直要笑出 八米深的褶子 当时徐家瑜在医院看到怀孕 却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 却想留下孩子的失足妇女 便把李扬的微信推给了她 徐家瑜告诉她 这个人人傻钱多 只要想办法把孩子算在她头上 她的家产以后都是她的了 姐们非常上道 几天就把李扬骗上床了 而我又去私信李铁柱 经常关注的网红小甜甜 将李铁柱的ID告诉了她 我告诉她 李铁柱是个拆迁大户 非常有钱 你可别怠慢了这位大哥 于是李铁柱在一生生大哥中 逐渐迷失自我 我没有告诉徐家瑜的事 要拆迁的消息 是我透露给酒鬼的 无意间听到中介给客人推销这片的老破晓 说这里有极大可能会拆迁 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是啊 拆迁如果是一户一宅政策 对李扬来说 这婚不就非离不可了吗 这大概是我这些年做过的唯一一件缺德事 我为了脱离苦海 制造了不负责任的谣言 也害得许多家庭弄假成真的离了婚 但我并不后悔这么做 做事坦荡 不贪图便宜的家庭 不会上这个档 感情好的夫妻 多一张离婚证 也不影响感情 而那些假戏真做的 家庭关系或许本就紧张和矛盾 拆迁的消息不过是导火索罢了 管它真假 离婚何尝不是解决问题 和摆脱痛苦的一种方式呢 倘若无意间 也帮助了处境跟我一样的人呢 事功事过 谁又说得清 他们每个人的下场 又何尝不是旧游字 至于李扬一家 他们的福气还在后头呢 大年三十这天 我给李扬一家送了份大礼 我将李扬无经证的检查结果 复印了许多份 辗转雇了个退休老太太 在李扬以前住的小区 和现在租住的小区派发 尤其是王贵兰那些老姐妹们 一个都不能错过 李扬当然可以狡辩说这是谣言 还会庆幸有个便宜儿子 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 可他这个儿子 跟他可是一点都不像呢 这个春节可真是热闹啊